2015年,亚锦赛在长沙进行 能否在自家地盘上夺冠 七上八下,心中打鼓 不怪中国南兰信心不足 只因前几年输得太惨 2013年菲律宾亚锦赛 中国南兰先输韩国,后输伊朗 最后在八锦四的较量中 惨遭中国台北大逆转 随后的2014年仁川亚运会 中国南兰又连续输给日本语义了 举国哗然 我们真的失去亚洲霸主的地位了吗 坐镇主场无疑是为自己证明的良机 清取新加坡后 中国队与韩国队狭路相放 当高丽虎遇上中国龙,预示着浙江市场浓争虎斗 只是比赛刚开打,中国南兰便被韩国队打得六花流水 首截战霸,阿联一人独得11分 而全队总共质量到14分 当14比27的比分赤裸裸地映在眼前时 失落,难忘,郁闷,愤怒 各种各样的情绪纷纷蔓延出来 我们的反击在哪里? 我们的反击在哪里? 果然,半场最后关头,中国南兰连锥9分 可带到异地再战,双方又陷入到拉锯战 第三节的时间非一般的流逝 收官盘点,仍差9分 悬崖边上谁能站出来? 阿联站出来了 他用罚球打破末节开局分荒 郭艾伦站出来了 他的突破一往无前 周琪也站出来了 还记得大魔王的那几暴扣 阿联在场下一月而起,怒灰毛巾 还记得周琪的那次关键2加1吗? 年轻的小狮子仰天长笑,放声怒吼 憋屈了一整场,终于得以翻身 这种痛快的感觉如影甘露 这是一场荡气回肠的反击战 这是一次令人极度难忘的经历 中国南岚在拼杀 长沙的球迷也在一起战斗 雄魂豪迈的歌唱祖国 让中国南岚的每一位队员 都变成了铁血战士 战士永不放弃,永不认输 我们曾经失败 曾经失去亚洲霸主的地位 曾经自我怀疑 中国南岚是不是仍是亚洲一流 在长沙亚锦赛上,我们收获自信 夺回霸主地位,俯瞰亚洲 而这一切的一切,统统起源于这场荡气回肠的大逆转 万事开头难 有了一个美妙的开头 一切就都不难了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亮亮